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紫萱你殺心了 紫萱 劇組的人也非常好 就是覺得就乾拼了這個組 然後我覺得對於我來說 我第一次就是可以跟這麼多的鮮肉們一起合作 真的感覺蠻不一樣的 對 就算在內每一天心情都還是很好的 我覺得很開心大家都人都蠻好的 那我也做了很多突破 然後也盡量去放開之前的事 希望我也有把他演出來 然後也希望我們的作品可以非常的好 那你們一定要收看喔 然後我學長很多 然後導演的人很好 謝謝導演給我的機會 謝謝 我覺得這一次的劇組導演 這一次的攝影師 我覺得大家都是給我們很大的成績 讓我們有很自在的一個環境 所以很感謝 就是很開心可以跟大家有這次特別的合作的經驗 然後我覺得當然很好 然後每個語言其實大家玩起來蠻開心 這太官方了 像我就會說 就是在這部戲中 就是學到很多的經驗 更官方 對啊 好像也沒有曾經對於BL有什麼想法 但是拍攝了這一部之後 好像全新面對BL這件事情的新的視角 可以去看待這個東西 我覺得蠻甜蜜的真的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導演跟我們所有演員有很大的貢獻 就是蠻多場戲 導演就說你們自己去走 對 放心去玩 你們去玩 然後去排 去摸索 然後去找到那個 符合角色 應該是說走心吧 導演很喜歡告訴我們走心 對 他喜歡走心 就是希望我們每一個動作跟每一個走位 不要是刻意設計或是 就是要順著那個感情 順著那個感情去做出來 當你走心的時候 一切的動作呼吸都會最自然的 所以很多時刻導演都讓我們自己去排 然後我覺得這一部的工作人員 大家都非常有耐心 對 大家都非常 對我們 非常用心的要把每一場戲拍好 對 就是也 大家都願意積極擺在這邊 然後看我們所有演員 一次一次一次拍 有時候有時候光我們自己走 或是走一個小時 但是其實攝影師 燈光師都還是很用心 跟很精力的去把那個場景的氛圍 可以架設出來 那我覺得我們演員就可以很放心 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覺得好像是 開心像沒有那麼想像中的簡單 在當下 你就要試了好幾遍 然後表情要做一個 就是每個螢幕都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跟心思 會覺得當演員真的是不容易的 跟心思 從哪裡 有一部就是我跟夏宇豪告白 然後我哥躲在我後面 你喜歡排球嗎 還好 我哥比較喜歡 根本排球控 在我哥跟宇豪之間 我非常能感受到他們你們的愛 不是 我是 絕外人 我被排擠在外 我完全就是一個白癡 然後跟夏宇豪告白 對 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跟一個男生接觸 這倒是真的 尤其上感情比較重的戲是印象蠻深刻的啦 就是畢竟不會對一個男的感到流眼淚之類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算是記憶蠻深刻的 我覺得有一個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要翻牆的那一場 就是智哥先親自跳了兩三次 他告訴我說宇豪你要怎麼彩畫面會漂亮 比較不會受傷 然後這邊你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天啊 攝影師都自己下去做一次給我看 然後實際去感受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太感人了 這一刻我一定要就是實面的拍實面的跳 達到智哥的心中完美的畫面 對我對智哥真的是感激不盡啊 就我覺得時間真的過得好快啊 就突然二十天就過了 然後每天都很充實 然後蠻累的 但是很開心在這一檔戲 遇到大家 那你有什麼話想對你旁邊的partner說嗎 旁邊的partner說 我覺得邵俊真的很認真很認真 太官方了吧 你終於不是這樣講 沒有我真的從他身邊看到很多 演戲的最純正的東西 所以我還想要多多學習 我覺得 戲裡面的邱子軒給我很舒服的感覺 你說邱子軒嗎 就是跟他對起來不會 不會覺得害羞或是不會覺得不舒服 都是一種很真情的流露 有的時候到後面吧 我發現我們在對彼此告白的時候 我們那種眼眶啊 然後或是那個呼吸 那個情緒都很真實 對於我們第一次在交流那個狀態 所以很謝謝邱子軒是盧彥澤 有這個比我還快 殺心感也就是 我其實很懷念造型的村這樣 應該是說邱子軒很懷念下雨好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入角色 然後讓大家見證這一幕 我們就不要再懷念他了 沒錯 好來 今天就這樣就 殺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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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套話 客套話他還是要講 對 現在在錄 對對對 到底要不要講 好好好難過 剛剛想就是覺得 希望以後不要再遇到他 不是 少在那邊亂騙了啦